那我们再来往看天秤座 一公如果在天秤座 八公在 金牛 十公在 巨蟹 那天秤座他所搭的特质在哪里 就是要求公平 就是两边要对称好的坏的都要拿到 都是 反正是不做头不做尾 就说他中间的那一本就是天秤座的 所以这我们是什么比较 比较容易有优柔寡断的现象 既然是优柔寡断了 所以如果他玩保险的话 那八公在金牛 金牛基本上他是一个被动的星座 所以他比较不会主动去要求 那不会不动交流 那是怎么办呢 但是我刚才讲金牛是什么 即使你有错他都不好意思吐你朝他 既然他不好意思吐他 你有没有机会 当然有嘛 那他签约的场合在 在巨蟹 巨蟹是家嘛 所以没事多 也就是说天秤座的人 他基本上是比较重视家庭的 也是重视家庭的 至少你跟他含这些他都会 所以你没事到他家去拜访 因为他被动他不是没需要他是懂 只是他懒 那他懒你勤快不就做到业绩了吗 了解吗 所以他有很多 为什么我要特别想要家的关系 因为他很多这种人的 他的单子不是他自己签的 因为是被动是别人帮他签 那非要被他签 当然是父母啊 或什么人帮他签的 那也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子 我不要去搞这个人 我去搞他周遭的亲人 可不可以 只要旁边有人支持他 天秤座性格的人 他就什么 命空在天秤座 他就什么愿意跟进嘛 或是答应嘛 所以对于这种人就是 玩保险就是这种人要提款 嗯 嗯 嗯